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电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只要停电两天以上整个生活节奏就会被打乱 而对于一个急需抢救的病人来说 哪怕是停电一秒都有可能造成生命的凋零 那面广东梅州还在抗洪救灾这面广西桂林又遇到了二十几年难得一遇的暴雨 造成了多地小区被淹停水停电 但暴雨无情人有情 就在这紧急关头一名比亚迪车主把自己的爱车奉献出来 为身旁的人们带来了光亮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6月19日 广西桂林发生了特大暴雨 再加上多处水库泄洪 黎江两岸被淹严重 整个城市汪洋一片 当天22时20分 桂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桂林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不少桂林人都称这是26年来最大的洪水 比1998年的水位都高 从航拍的镜头来看 桂林火车站都被淹了 目前已停止运营 高铁站也被淹了 工作人员只能在楼梯上待着 等待水位退下 市民出行只能靠着自制的竹筏 一夜回到解放前 赶上这时候结婚的 新婚夫妻也被消防员接力送回家完成婚礼 桂林的大桥都被淹没了 可见这场暴雨有多大 据水利部6月20日消息显示 桂江干流上游桂林江段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造成城区沿江部分地区受淹 当前洪峰已通过桂林江段 20日18时 桂林水文站水位146.14米 超景0.14米 较洪峰水位已降低2.74米 截至6月20日18时 桂林全县仍维持超景态势 干流及支流南西河 荣津河仍超景0.09至3.81米 预计桂江将于22日下午 全县退至警截县水位以下 目前在本轮洪涝在海中已转移安置6.6万人 36条河流60个站仍超景 现在马路涨水严重 不仅有鱼还有水蛇 广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这场洪灾还导致了大部分地区停电 有市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整座城市全是黑的 但天灾无情人有情 据报道 在6月21日 一男子将自己的比亚迪海豚电动车贡献了出来 帮邻居的手机充电 视频显示 这辆海豚外放电接出了多个插座 小区内的居民在车头部位 为自己的手机充电 小编保守估计有数十台电子设备 当事人桂先生称 很多老人需要跟外地的孩子联系 只要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都可以帮 有网友表示 视频里的这辆电动车正是比亚迪海豚 配备了45度电池包 理论上一度电就能给手机充50多次 也有网友称 与燃油车相比 电动车不仅能出行 还极大的拓展了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事实上 电动车的外放电功能 除了满足生活的用电需求之外 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据此前报道 今年1月份 江苏省树阳县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失控 撞断了路边一根电线杆 致使该村断电 在村里停电后 一位靠呼吸机维持吸氧的老人遭遇危险 呼吸机只能依靠自带电池工作 由于电池电量不足 呼吸机提供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老人已经出现轻微呼吸困难的情况 危急关头 电网供电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自己的比亚迪海豚 具备外放电功能 随即为呼吸机外放供电 成功让老人转危为安 据悉 比亚迪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为新能源汽车 配备外放电功能 如今全品牌都标配了这个配置 就连最便宜的海鸥也配备了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要问2024年国内最卷的行业 新能源汽车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 行业快速发展 竞争日趋激烈 火药味也在加剧 各种隔空户怼高管亲自下场户怼的情况更是此起彼伏 甚至还有各种谣言满天飞 一些车企之中的暗中较量也开始浮出水面 比如6月19日 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就在微博发文表示 近期收到了多方提醒 某车企正在使用黑公关手段 对比亚迪品牌及产品进行贬低拉踩和恶意诋毁 对此比亚迪宣布悬赏20万至500万元 收集可明确指向相关个人黑公关广告公司 或有关车企的录音录像邮件合同费用支付等相关证据 同时比亚迪还承诺提供线索者的信息将严格保密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条微博下面李云飞还配发了一条在中国汽车重庆论坛的发言视频 视频中李云飞表示更希望奇瑞做市场第二 越靠近比亚迪越好 现在的竞争实在是太厉害了 各种明的暗的桌上的台下的 网友们推测 这句话的前台词也是在暗指有车企在攻击比亚迪和奇瑞等品牌 并且从中可以听出比亚迪遭受恶意诋毁的频率很高 对方火力很猛 不堪其扰 以至于李云飞无奈以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 说希望有奇瑞这样的领先品牌 帮比亚迪分摊一下对方的火力 同一天 微博名为比亚迪新闻打假办公室的账号 也转发了这条消息 并表示欢迎大家提供黑公关有效线索和证据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比亚迪第一次发出高额悬赏 收集黑公关线索及证据了 2021年12月 比亚迪就宣布公开征集对比亚迪进行黑公关操作的聊天记录 往来邮件等信息 举报奖励为5万至100万元人民币 2022年6月 比亚迪宣布将举报奖励提升至最高500万元 2023年8月 比亚迪新闻打假办公室还宣布 对9位线索提供人发放了37000元至5万元不等的奖金奖励 重金悬赏黑公关等相关证据的车企 也不止比亚迪一家 2023年3月 长城汽车就曾宣布悬赏1000万元打击网络水军 对提供网络水军攻击链路完整证据资料 并经司法机关认定为有效的 一次性将奖励200万至300万元 今年6月14日 广泰埃安也成立了广泰埃安网络举报中心 用于接受网友的投诉举报 收集针对广泰埃安的侮辱诽谤造谣 诋毁等违法违规线索和证据 将根据线索或者证据 价值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自2023年以来 包括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领跑在内的多家车企 均开通了法务部官方微博账号 这些法务部账号所发的微博内容 主要都是以新闻事件辟谣 侵权案件通报为主 其实早在去年3月24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旗下 中国汽车企业首席品牌官联席会 及成员单位就曾共同发起 关于抵制汽车行业网络水军的联合倡议 一汽东风、长安、长城、比亚迪、吉利等14家车企 都是联合倡议的企业成员 不过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水军恶意谣言 倡议往往起到的效果有限 因此车企们才会重拳出击 用高额悬赏等方式 对谣言和恶意诋毁发起反击 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 首次双双突破3000万辆 且汽车出口数据也首次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汽车产业整体高速增长的同时 竞争的加剧也在所难免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内卷已经成为了2024年的关键词 当竞争发展到卷舆论时 只能说明这种内卷式的竞争 已经迈向了不合规和无序的状态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整个行业的参与者 如何能够正确地看待竞争 毕竟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而无意义的内卷是竞争的一种低效状态 就像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 在2024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演讲中所说的 不必焦虑只有积极拥抱 积极参与才能真正在竞争中走出来 他在演讲中主要解释了为什么要竞争 即为消费者的价值 为中国汽车行业的真正崛起而竞争 只有怀抱这样的理念 才能避开无意义的内卷式竞争 除了王传福 还有多位从业者呼吁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比如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就表示 竞争是必然的 但企业要有长远的目标和视野 不断创新和创造价值 同时他还呼吁行业能够理性竞争 共同推动行业健康的发展 小米董事长雷军此前也曾公开表示 最近在汽车行业有不少舆论的风波 我也想在此呼吁 大家一起共建一个 更良性更包容的汽车市场舆论环境 此外 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大头 向来都是非常有格局的一家大规模企业 就拿早先举办的发布会现场来讲 比亚迪更是将13辆不同品牌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摆放在一起 而且背景板还打出了 在一起才是中国汽车 看看这格局 不愧是一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